大家好,我是巴南理工大学,在读博士严斌,导师是卢虎川教授,很高兴今天能够和大家分享我们近期在实力感知的统一模型方面的两项工作 第一项工作是四项目标跟踪任务的统一模型,UNICORN,该项工作现已被ECCB2022接收为AURO 第二项工作是十项实力感知任务的大统一模型,UNICORN,该项工作现已被CB2023接收 那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部分,走向目标跟踪领域的大一统 首先让我们四项主流的目标跟踪任务,第一项任务SOT,单目标跟踪 它的目标是在一个视频中持续地跟踪第一帧所给定的目标 这目标通常是以一个边界框的形式来给定的 那么SOT的特点是第一单目标,一个视频中要跟踪的目标只有一个 第二目标类别是任意的,如图所示,除了常见的行人车辆之外 要跟踪的目标还可能是一些不常见的物体 比方说是一块石头,一块电路板等等 这也是SOT和检测的一个重要区别 检测通常只能检测特定类别的目标 而SOT理论上是可以跟踪任意类别的目标 视频目标分割VOS 它的目标是要精确分割视频中特定的目标 根据要跟踪的目标不同 第一帧给定的参考信息的不同 VOS任务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unsupervised的VOS 无监督的VOS 该任务要分割的是视频中运动的最显著的目标 第二类,semi-supervised的VOS 半点读的VOS 该任务会在第一帧中给出要分割目标的Mask 要求的算码在后续帧中分割第一帧Mask所指定的目标 第三类叫做referingVOS 参考VOS 不同于前面介绍的semi-supervised的VOS 在第一帧上是用Mask来指定要跟踪的目标 referingVOS则是在第一帧给出要跟踪目标的语言描述 要求算法在后续帧中分割语言描述所指代的目标 第三项任务,多目标跟踪MOT 它的目标是要对视频中所有特定类别的目标进行跟踪 常见的类别包括行人,车辆等等 MOT常见的数据集包括MOTChallenge 这样一个行人跟踪的数据集 PDD100K 这是一个自动驾驶场景下的多类别多目标跟踪数据集 要跟踪的目标一共有八类 Withdrawn 这是一个由无人机拍摄的多目标跟踪数据集 因为是无人机拍摄的 该数据集中的目标通常比较小 并且相机的运动会更加古大 该数据集集一共是要跟踪十类目标 第四项任务MOTS 多目标跟踪数据分割 它的目标是要对视频中特定类别的目标进行持续的分割 该任务和MOT非常的相似 区别就在于MOT输出的是边界框 而MOTS输出的是Mask 到过这里我们可以看出MOT和MOTS实际上也非常适合放在一起来做 下面呢我用一张表格来对前面介绍的四种跟踪的子任务做一个总结 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四种跟踪任务它底层都是要做目标跟踪这样一件事情 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但是我们也会看出它们之间方法层面和任务定义层面存在着很大的gap 那想要将它们统一起来依然是面临着沉重困难 但是与此同时呢 当前四种任务之间这一割裂的状态 对于整个跟踪领域的发展并不友好 具体来说绝大多数的现有跟踪算法都是为解决单一或者说一部分的跟踪任务设计 这会导致一方面跟踪器它的设计会过度的依赖于特定任务的特性 第二呢就是跟踪器它所学习到的知识难以在不同的任务之间迁移 工作中为了缓解这一问题 我们希望得到的是一种适用于四种目标跟踪任务的统一解决方案 其实在目标检测目标跟踪领域也有一些先驱性的工作 试图实现部分任务之间的统一 具体来说2017年的Masker先统一了检测和实力分割两项任务 2019年的SynMask提出了一种同时适用于SOT和VOS的解决方案 2020年Tradus提出了一种MOT、MOTS的统一模型 那么尽管SOT与VOS、MOT与MOTS之间各自已经有了一种统一的解决方案 但是SOT与MOT之间仍然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我们称之为三桌大山 具体来说 主外的SOT与MOT之间统一的三桌大山包括 第一,它们要跟踪的目标的属性差异很大 具体来说SOT是要跟踪一个任意类别的目标 而MOT则是要跟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特定类别的目标 其次MOT与SOT它们需要学习的不同类型的对应关系 具体来说SOT它需要一种像素级别的对应关系 来把目标从背景中区分开 而MOT则需要学习一种实力级的对应关系 来把当前真检测到的物体和先前真的轨迹进行关联 第三,SOT与MOT方法通常它们的输入很不一样 SOT通常接收的是一个小,因为它要跟踪的目标只有一个 通常大家是采减一个小的所有区域作为输入 从而来减少计算量和过滤前代的干扰物 而MOT则是接收高分辨率的全图作为输入 来把这些视频中的实力尽可能完整的检测到 那么为了翻阅这三桌大山实现目标跟踪领域的全面大一统 该项工作中我们提出了一种名为UNICORN的解决方案 UNICORN首次实现了四种跟踪任务在网络结构和学习办事上的大一统 只需要一套统一的模型的网络结构和模型参数 这可以在多个富有挑战性的跟踪数据上取得优异的性能 那接下来让我们来具体看一下UNICORN的方法部分 UNICORN由三个核心的组成模块 第一是统一的输入和bybone 第二是统一的imiding和统一的hat 那在网络输入方面 SOT和VOS需要根据第一帧的参考信息 来预测当前帧目标的边界框和mask 而MOT和MOTS则是需要将当前帧的解决结果和前一帧进行关联 那么为了满足同时满足四种跟踪任务的需求 这里我们统一采用的是高分辨率的参考帧和当前帧作为输入 对于SOT和VOS来说 那这个参考帧就是视频的第一帧 对于MOT和MOTS来说 参考帧就是当前帧的前一帧 之后两张高分辨率的全图 经过一个参数共享的bybone 提取对应的视觉特征 这里bybone我们默认采用的是comnext 当然也可以是resnet等等 那接下来让我们分析一下四种跟踪任务所需要的对应关系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据起来说 对于SOT和VOS 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两帧之间精确的像素体别对应关系 来把参考帧上的目标信息传播到当前帧 那如果用数据公式来描述这些过程的话 这种像素级别的对应关系CPixel 它等于参考帧的 参考帧的imiding和当前帧的imiding之间的一个矩阵成法 CPixel是一个HW乘HW的矩阵 根据该矩阵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对于参考帧上的任意一点 那在当前帧上哪一点和它最相似 类似的 那对于MOT和MOTS来说 我们需要计算一种实力级别的对应关系 来对轨迹和检测结果进行匹配 那么同样用数据公式来描述这个过程的话 实力级别对应关系CPinstance 它等于的是参考帧的instanceimbiding和当前帧instanceimbiding之间的矩阵成法 假设参考帧上有M条轨迹 当前帧上有N个检测结果 那么得到的Cinstance 就会是一个N乘以M的矩阵 又因为instanceimbiding 是从frameimbiding上目标所在的位置 取出对应点的特征得到的 因此我们会发现 其实MOT和MOTS 它需要学习的这种实力级别对应关系 实际上是SOT和VOS 所需要学习的这种像素级对应关系的一个子举针 这也就为四种跟踪任务在imbiding的层面上统一提供了可能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也看到 要想得到精确的像素级对应关系 那就需要学习到具有强判面能力的frameimbiding 帧级别的特征 而因为参考帧和当前帧上可能存在着一些 外观上很相似的干扰物 因此 如果直接使用bibon输出的特征作为frameimbiding的话 就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错误的匹配 因为bibon提出的原始特征可能对于干扰物并不是鲁棒 那么为了缓解这些问题 我们在两针之间引入了一个交互模块 用来在两针之间进行信息交换 从而提高特征的判别能力 这里我们采用的是显存高效的deformable attention 有了良好判别能力的frameimbiding 那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如何设计一个统一的选上按数 来训练这样一个统一的imbiding 对于sot来说尽管这种像素级对应关系cpixel 它没有一个直接的标签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监督由这种像素级对应关系传播得到的targetmap 来间接的实现监督这种像素级对应关系 那么我们期望经过传播得到的targetmap 和它的对应的真值尽可能的接近 这里我们采用的是分割当中常见的损传来数dance loss 对于MOT和MOTS来说 我们可以通过一种标准的对比学习范式来直接监督 网络预测得到的实力级对应关系 那具体来说 这一步实际上就像做一个多选题 具体来说就是给定参考证上的一条轨迹 我要在当前真的若干检测结果当中选出和它最匹配的那一个 同样反过来也是我给定当前真的一个检测结果 我需要在上一帧上的这些轨迹当中选择一个最匹配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这一过程实际上可以用一个标准的交叉伤损失来建筑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unicorn的预测头部的设计 为了解决四种跟踪任务要检测目标的属性不同的问题 那么unicorn也入了一个target prior 我们称之为目标先验来解决这一个问题 target prior是预测头部的一个额外的输入 具体来说对于SOT和VOS来说 target prior目标先验是通过传播得到的target map 通过将该target map和原始的FPN特征进行融合 即可以检测参考证所给定的任意类别的目标 对于MOT和MOTS来说 我们可以直接将target prior置为0 此时unified head这样一个统一的头部 它接收的就是原始的FPN特征 此时这样一个统一的检测头 就退化回了常规的物体检测头 因此可以正常检测特定类别的目标 那么到阻碍着SOT和阻碍着SOT与MOT统一 也就是阻碍着整个目标跟踪领域统一的三个大山 均已为我们攻克 让我们来重新回顾一下我们翻阅三个大山的过程 首先要跟踪目标属性不同 SOT要跟踪一个任意类别的目标 MOT需要跟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特定类别的目标 这一问题 我们通过一个在target prior的帮助之下 我们通过一个统一的预测头部来解决了这一问题 第二座大山 SOT需要学习像素级的对应关系 而MOT需要学习实力级的对应关系 这一问题我们通过前面的分析 我们通过一个统一的inviding来将这一问题解决 第三点 关于SOT和MOT输入上的不同 SOT接受一个小的搜索区域作为输入 MOT通常接受一个高分面率的全图作为输入 那这一问题我们也通过一个统一的输入和bygong 将其攻克 那到此为止 四项目标跟踪问题 均已被统一 形成了一个整体 这里是对网络学习到的target prior 这个目标签验的一个可视化 绿色的框是参考帧上的 给出的要跟踪的目标 中间这一列是当前针上 要跟踪目标的一个最终的预测结果 这里是当前针上的学习到的target prior 我们可以用一种热力图的方式对它进行可视化 可视化我们会发现 这个学习到的 网络学习到的target prior 确实可以将要跟踪的这个物体 从特征图中给它高亮出来 从而帮助后续要跟踪目标的这个检测和分割 这里是unicorn的一个video demo 所有这些结果都是用unicorn这样一个模型 一套参数来生成的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unicorn在四项目标跟踪任务上均取得了优秀的效果 那就让我们进入今天分享的第二部分 走向通用的实力感知 我们知道以 视觉理解是计算机视觉领域最重要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 那在该项工作中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如左图所示的 分布在这个立方体顶点上的十项任务 具体来说我们以目标检测为原点 将表示物体的方式由边界框变成mask 我们就得到了实力分割任务 那么如果将输入从静态的图像变成动态的视频 我们就得到了MOT、MOTS和VS三项任务 如果需要 如果现在需要找到的是由一句语言描述所指定的目标 我们就得到了REC、RES和RVOS三项任务 如果要在视频中找到由低帧的边界框或者说mask指定的目标 那实际上我们就得到了SOT和VOS两项任务 那么按照要找到的物体属性的不同 我们又可以将实项任务分为以下三类 其中第一类任务是要找特定类别所指定的目标 包括目标检测、实力分割、MOT、MOTS和VS 第二类任务是要找到由特定的语言描述所指定的目标 包括REC、RES、RVOS三项任务 要找到由低帧的目标标所指定的目标 就包括SOT和VOS这样两项任务 由于前面提到的这十项任务 它们本质上都是要去感知具有特定属性的实力 因此我们将前面提到的十项任务 统称为实力感知instance perception 既然这些任务本质上都是要做的是一回事 那么我们就想能否做一个统一模型 来一次性的解决以上十项任务呢 那么在具体介绍我们的方法之前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要搭建这样一个十项任务统一的网络 它会面临哪些挑战 其中我认为最有代表性的挑战就是 过程数据集这样一个非常多样的domain的问题 具体来说 这里我用一张表格对常见的检测分割跟踪数据集 进行了一个总结 可以看出从这个表录中我们可以看出 而常见的这些数据集它要检测分割跟踪的目标的 类别和场景都是非常多样的 然而传统的目标检测器 因为它在解决分类问题的时候 通常就是数据化一个跟当前要处理的benchmark 类别数量相同的这样一组分类器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说他们这种方式 其实天然就不擅长处理这种动态多样的类别 我们用一张图来解释一下 比方说我们通常来说 这个检测器 它会先在一个大规模的目标检测数据集上进行一个预训练 比方说这个数据集可以是Object 365 可以是Coco 那么当训练好之后 我会拿到下游任务 比方说一些小的检测数据集 或者说跟踪数据集上进行一个微调 那么这时候 比方说我当stream task 下游任务有N的benchmark 那么我们实际上就需要 训练N的不同的模型来处理这些benchmark 那这种解决策略显然它是不可拓展的 因为现实应用当中 它的这种场景可能是无穷无尽的 你不可能每拿到一个新的问题 每碰到一个新的场景 都去重头训练一个新的模型 第二点就是说 由于在不同的数据集上 模型的参数它是不共享的 因此不同数据集 它学习到知识是没有办法迁移的 接下来 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四项 目标跟踪任务的大统一模型 unicorn 那么当我们现在要解决 十项实力感知任务的时候 那么很自然的一个想法就是 我们能否在unicorn的基础上 来通过对unicorn进行一些拓展 然后来使它能够胜任十项实力感知任务呢 这一页我客观的列举了 unicorn的一些短码不足 具体来说 第一点 unicorn并不善于去处理多样的类别体系 这个前以上一页我已经分析过了 因为它采用的依然是一种静态 一种静态的这种目标检测器 第二点就是 unicorn所采用的这种UloX的架构 它对于大模型的可拓展能力是比较弱的 具体来说我们这里比较了 UloX和Defuomo DTR两种检测器 我们会发现 当Bibong从RES3050变成更强的Compon X Large的时候 UloX的性能提升相比于Defuomo DTR来说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说就意味着它大模型的天花板会比较低 第三点 第三个短板就在于UloX 它训练所需要它需要非常长的byte poke 以及非常复杂的数据增强 同时它的边界光和Mask也很难联合训练 第四点是unicorn本身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处理VoX任务的时候 unicorn它是通过一个target prior的设计 然后来告诉网络当前身上我要分割的目标 是一个什么样子 但是其实仅凭借一个单通道的特征 实际上是它能够带来的信息是比较有限的 尤其是当我需要非常精确的分割当前真的这个目标的时候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unicorn它的训练和推理器 它用到的propagation的操作 实际上它的计算量和显存占用都是非常大的 它会成为整个系统的一个瓶颈 通过分析我们认为unicorn其实它这种框架是不够灵活的 很难去说在unicorn的基础上直接拓展到实际实际感知任务 因此我们决定另辟蹊径重新搭建一套适合能够同时升任十项实际感知任务的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就是说前面提到的十项实际感知任务 视频第一帧的目标标注 那在感想工作中我们提出了一种下一代通用实际感知模型 unicorn将实际感知任务统一建模成了一种提示词引导的物体发现与减速的范式 那让我们来具体看一下unicorn的网络结构 unicorn有几个核心的组成部分 其中第一个部分prompt generation提示词分成 我们需要因为我们要做的是一个统一模型 那么我们需要将日项任务的提示词的特征统一成一种 把他们的形式上要统一 但是他们输入的原始的提示词其实是多种多样的 比方说对于语言描述引导的实际感知任务 它输入的是一个句子 比方说这里的graph on the right 那么我们对于处理这种文本形式的输入 我们就会想到可以用一个预训训练的语言模型 比方说BERT 来提取它对应的特征表示 当我输入一个程度为l的句子的时候 那我就会得到一个l乘以d的一个imiting 类似的 当我要处理类别名称引导的实际感知任务 比方说object detection 这个目标检测的时候 那我可以把我做法可以类似的 就是说把我要检测的所有的类别名称 拼接在一起构成一个句子 然后我同样是送入到这个 语言模型里面提取它对应的imiting 这样我也可以得到一个l乘以d的特征 那第三类提示词是它不再是文本形式的 它是一种图像和标注放在一起的形式 这时候语言模型就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要求了 因此我们引入了一个额外的视觉的编码器 那么具体来说在参考帧上 我会基于参考帧上的标注 比方说一个边队框 然后我向外扩张一圈 比方说得到一个两倍目标大小的一个模板 以及这个模板图像 三通道的模板图像和一个单通道的模板的标注 它们沿通道维度拼接在一起 构成一个四通道的输入 把它送入到我们参考的视觉编码器里 这个编码器可以是比方说Rust Center 也可以是Come Next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层次化的特征图 那么为了在形式上把它们统一起来 那么我们会将这个具有空间结构的特征图 在空间维度给它进行展平和拼接 最终同样得到一个L乘以D的embiding 那到这里我们就已经实现了提示词形式上的统一 接下来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个提示词的特征 给它注入到当前网络的这个特征中 就是说要告诉网络我这个提示词所要找的目标是什么 那具体来说我们引入了一个Early Fusion模块 来对这个当前真的视觉特征和当前的提示词特征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 那具体来说这个Early Fusion模块是由一个双向的Cross Attention组成的 一方面双向的Cross Attention可以用当前图像的上下文来增强我的提示词特征 让我的提示词特征更好的适应当前跟图像的上下文 除此之外它还可以让我的当前真的视觉特征变得对提示词敏感 就是所谓的Prompt Aware 从而为后续的这个物体的发现和检索打下一个两种的基础 那么有了前面方墙之后的视觉与提示词特征 我们就可以给它就是借助一个目标检测器的检测头 比方说这里本文当中我们采用的是一个Devombo DTR的架构 它是一个包括一个Encoder一个Decoder和一组Instance Head 具体来说Decoder这边接收N个Object Query 在Decoder的末端我将会在Instance Head的帮助之下 我可以将N个Object Query转化成N个对应的Proposal 这里就是我们灰色的Mask这里所示 但是到这里面时间我们已经完成了在提示词的引导下 找到发现了一组可能的目标 但是这些目标我们会发现并不都是我们想要的 比方说我现在我的提示词是长久录 我需要找到长久录图片中所有的长久录 但是显然这里面有一些物体它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们这里是用提示词前面增强后的提示词特征作为查询 从我们这N个Object Proposal中去检索出真正体配的那些物体 作为最后的结果 那具体来说这个检索我们是可以通过计算 首先计算这一组instance特征和我的提示词特征之间的一个相似度 我们计算出它们的相似度得分 之后通过卡一个预值或者说直接取得分最高的那个物体 作为最终的结果 就实现了通过检索的方式实现了这个目标筛选的这样一个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个整个框架我们是没有分类头的 不像传统检测器 它是要引入一组固定长度的固定数量的分类头来解决 来得到物体的类比 那这里我们是把分类替换成了检索 因此可以非常灵活的去在不同的数据集之间进行切换 可以联合学习出一个统一的模型来得到一种可迁移的 泛化能力很强的这种实力的实力级别的表示 这一页PPT展示的是unice整体的一个训练流程 unice训练是分为以下三步的 第一步是一个一般性的实力一般性的感知预训练 这一步我们会用一个大规模的目标检测数据object365 来对我们的模型进行一个预训练 让它建立起对实力的一个一般性的概念 那在第二步我们会用四项图片级别的任务的数据 比方说Coco 比方说RevCoco 这些数据集混合在一起之后进行一个联合训练 训练之后的模型就可以胜任目标检测实力分割 以及RETRES的这样四项任务 那在第三步的时候我们会在第二步全动的基础之上 用视频的数据来对模型进行微调 在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为了防止在第三步训练期间 模型可能会遗忘之前第二步所学习到的知识 那么我们是将第二步用到的训练数据Coco 等等我们在第三步训练的时候也把它们变成尾视频的形式 同样送入到了参与的第三步的训练 从而避免了模型学习过程中的一个灾难性的遗忘 从这一页开始我会介绍一下UNEXT在各项benchmark上的结果 据起来说UNEXT我们实现了三种不同的变体 分别采用的是RestNet50,CocoNestAlarge和VitHuge作为BikeBone 可以看出在三种不同的BikeBone之下 那UNEXT相比于之前的方法都表现出大的优势 这里展示的是三项语言描述引导的任务的结果 用物体标注引导的SOTVOS两三任务的结果 三项视频级别的跟踪任务MOT、MOTS和VS的实验结果 那这里我用一张雷达图来对UNEXT和先前的一些统一 就是多任务模型进行的一个比较 这里比较对象包括Cascade、Mascar、Unicorn等等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UNEXT不仅它可以同时胜任十项实力感知任务 而且相比在单项任务的表现上 也要优于先前的统一模型 总结一下 UNEXT在来自实相任务 用一套模型、一套参数 在来自实相任务的二十个具有挑战性的benchmark上 取得了优秀的性能 除此之外 UNEXT首次将实相实力感知任务 统一成了一种提示词引导的物体发现与检索的范式 那么我们希望UNEXT能够在今后为整个实力感知领域的研究 提供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这一页展示的是UNEXT的一个video demo 左上角这里我们列出了当前视频的用到的提示词 然后不同颜色代表的是不同的目标 我们同时展示了它的边界框和分割结果 第一部分我们展示的都是一些用类别名称作为提示词的一些案例 第二部分我们会展示一些用语言描述作为提示词的情况 除了前面两种提示词之外 UNEXT还支持用低帧的目标标注作为提示词 来执行VOT VOS这样两条任务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 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要交流的技术问题 欢迎在下方的交流区留言 之后我会选择一些有意思的问题来为大家解答 谢谢大家